跟我回去 别动我 我不要 我到里面好吃好喝的 回去啦 跟我回去 嘿呀 跟我回去 做我老婆 快点快点快点 不要做我老婆 哎 干什么干什么 你一个拉扣的管什么都管什么形式 你干什么啊 欺负人家 这个流浪过来的 我拉回去做我老婆 拉回去做你老婆 兄弟 你不能这样啊 见个人你就想拉回去啊 我现在不是照顾他 你知道吗 到我家里有吃有磕的 照顾他 你也要经过人家同意啊 你啊 快点 快点 找吧 找吧 不要吓人家啦 吓死不吓 别多管形式啊 我怎么多管形式 啊 我是你出来还没有老婆 你多管什么形式 那你没有老婆 你自己去找啊 我就是找到了 找到人家愿意责情啊 你是把人家杀成什么样啊 哎呀 那你先留给你啊 我不留给我 哪里像你一样 那种心肠 那你管就行了嘛 快 从哪里去管我 那不说啊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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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开他啊 哎呀 不现在还有这种人 见个人随便乱拉呢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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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是从外省流浪过来的 流浪过来的啊 我以前也结过婚被前夫抛弃了 这样啊 对啊 我现在肚子好饿啊 附近有没有人家 给我一碗糟汁都可以 哎呀 这样吧 美女 哎呀 我让你去相亲吧 帮你找个好人家吧 我看你这样 应该也 不是很大是吧 多少岁了 25岁 那你想不想成个家 我想啊 但是 人家会不会嫌弃我 哎 不会的 放心吧 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好说话的 我肚子饿了 来来来 我车你去吃碗粥先 去炒粉吃了先 好吧 可以 来来来 坐我车 不要骗我 到前面正口那里 哎呀 骗什么 真的是怎么这么可怜呢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那个老桃子好坏啊 来来来 上来吧 哎呀 不要出门啊 小心点啊 不要走这么偏的地方 我不懂找啊 知道了 那行吧 哎 坐好啊 来 就这里了 哎呀 刚才那个粉也吃了 肚子应该也不饿了吧 谢谢你请我吃饭了 没事 哎 都是小事 这个呢 就是我隔壁邻居的 好 人呢 也挺好的 年轻有为的 啊 嗯 我带你认识一下 好吧 先看一下 来来来 王某山 王某山 哎呀 走呀 赶你出来 好事 好事 哎呀 刚起床啊 怎么现在还起床啊 今天什么风把你追过来啊 大伯 哎呀 是这样的 王某山啊 嗯 刚才我在路上呢 捡到一个美女就介绍过来给你了 人家是流浪过来到我们这边的 这个美女啊 是啊 你怎么眼光这样子啊 叫她美女 我怎么看到她像个垃圾乞丐老啊 人家才二十五六岁 哪里有很大啊 你你都二十七八了快 刚好跟你等对啊 是啊 二十五六岁长这样子 那个脸那么黑 还头发那么烂 像个乞丐一样 哎呀 哪里像乞丐 真的是人家跨语壮来很漂亮的 哎不要 整人介绍这种垃圾过来给我 像个垃圾婆一样 哎呀 现在你知道找一个老婆有多困难吗 你真的不要 不要 你什么眼光啊 刚刚这种人都介绍过来 那你不要后悔 我跟你说 以后也不要叫我介绍给你了 哎 下次介绍一个亮一点的 打不打 哎呀 你这种眼光真的是挑三拣四 不看看你自己多大了 哎 收归说 那个 以后是给的 哎 算了 不要你的了 哎 真的小小意思 下次我都不想介绍给你了 那这 不好意思 今天这都是亮的吗 好吧好吧好吧 真的是服了你了 那眼光是不一样的 来来来 哎呀 哎呀 没你这样吧 你看你现在这样的话 去到人家也看不起啊什么的 要不我带你回家 我妹在家 换一身那个衣服 再化个妆我再带你去晒一家好吧 也是 你看这样都走了两三家了 人家都会嫌弃你这样 我以前这里也有衣服 但是 我不想穿 没事的 先去我家吧 啊 我妹在家我妹的衣服也挺漂亮的 要先去洗个脸再去吧 这个小伙子挺帅气的 哎呀 人家看你这样就那个了 等去我家换一身衣服 然后挤上脸好吧 嗯 可以 哎我家就在旁边 啊 就走路过去是吧 做错吧 一百米不到啊 哎呀 哎呀 你妹的衣服挺合我的 你看妹妹 哎呀一块了妆 一块了妆 整个人都精神很多了 真的是 嘿嘿嘿 只是那段感情没找出来而已 我跟你说啊 你找出来那段感情 把身心放下来 再找一个好人家的话 那样的话更加好 知道吧 你不要纠结以前了 好吧 多谢你了 不要去练那些构网 那就 往前探 对 你就这样去乡的话 人家肯定会喜欢啊 哎 哎 王某山 这个母女好漂亮 漂亮吧 是啊 漂亮就关你什么事 真的是 我有点喜欢这个 喜欢归喜欢 这个就是走上介绍给你的那个啊 你说人家是乞丐 这个啊 是啊 你化装备的那么漂亮了 嘿呀你也真是的 还说我眼光不行 我看你的眼光是不行吧 是 不然大会这样子 我可以几百块钱你把它 让给我啊 你想多了 回去吧 你这种人 人家喜欢你的话 那就是烧沟香啦 你早上怎么说的 嘿呀 回去吧 我要带去上一家 懒得管你了 带给我嘛 快快快快 自己能把握这机会 就是啊 不 这么漂亮的 你看你的衣服弄好的 好 那你先回去吧 来 小心我带你去啊 上一家啊 你看这样床去的话 肯定会成的 来 肯定会成啊 对 坐好啊 喂 老板啊 哎呀老板 这么休闲啊今天 哎呀今天天气好啊 现在你坐一下 是这样 过来过来一下 就是怎么 美女坐一下啊 小天啊 我坐这里啊 对先坐一下 是这样的 这个美女呢 是我拉客 把她捡回来的 她是流浪过来 我们这边的 你看漂亮吗 就是挺漂亮的 我跟你说啊 不是青楼表 我才不介绍给你呢 先从后跳的那个屁股 我跟你说 人家是 结过一次婚的 以前 她就是被前夫 打 被抛弃了 所以说她就流浪到我们这边 我介绍给我们村的那个王毛山 嘿呀 早上没跨庄啊 她说人家是像乞丐一样 现在跨了庄了 她又想去找 哎呀真的是 你要珍惜啊 好好聊 但是 你也是到 老表家的条件 我怕都说她嫌弃我 没事啊 先聊 好吧 来来 你坐老表 好好好 来坐 哎呦 你太动了老表 你家这个什么什么动啊 这个我平时用来磕杂的 哎呀 那学琴我们慢慢坐吧 哎你们慢慢聊 啊 美女 你好 我我叫林绍 我叫小青 我平时睡在这里养养鸭 养养鸡的 我今年38岁了 这悠闲生活挺好的呀 在农村 小青啊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老表啊 为人很正直的 虽然说她在家养养鸡养养猪 不过的话很勤奋的 重有几十亩那个果田呢 对啊 一年收入也不小 正常的生活开支 那是没有问题的 挺有上进心的 我就喜欢这种男人了 是吧 对啊 我家的情况 完全你也看到了 就是这样了 只要你对人家好 人家就会愿意 是 只要他不嫌弃我就好 那就行 小青你说今年多大了 31是吧 是啊 31啊 那就刚好差几岁而已 差不多了啊 是啊 我不建议的 只要他不嫌弃我就可以了 那就这样了 小青 你就留在他家这里吧 好吧 那好吧 明天就把那个手续办一下 你那个证件好像还放在我家 明天我拿过来 哎 没有行李吗 在我家呢 等着我拿过来 在他家那里 是啊 他穿的衣服都是我妹的 到时候你带他去买几套漂亮的呢 那那也行 不过这样我两楼表归两楼表 到时候那个结婚的那个猪头啊 哎我懂我懂 要给我的吗 你不要说这种个懂懂懂 到时候弄个200斤的猪头给你 弄个这么大的猪尾 有头有尾 可以的吧 哎呀那行 那你就对他好一点啊 好过就是啊 我知道 要不去我家三个鸡 对啊 我自己家自己养的 自己养的是啊 哎呀 有没有扣药啊 扣药 没没没没杀猪啊今天 等着你去街上买点扣药 我差不多 那那 那打完一点你过来 啊行行行行 你先坐 我去拉两个课先 好好好 那你先回去啊 那你就跟他过吧 好吧 我就在这里住了啊 行行行行 我带你进去看看我家的环境 哎 对对对 哎呀 来来来来进来进去 终于解决了一个 哎呀好人抓到底吧 那时候还要洗酒喝 嘿嘿 不可能验错了 不验错了 我们先去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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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说你叫个老太婆 等一下 等一下 哎 大哥 哎呀我的头 哎呦呦呦呦臭啊 这个认识 没空没空 黄瓜一杯菜 我不滚 黄瓜一杯菜 你把东西捡起来我就滚 我大婚了就整 当个愤筒在这里 亏气啊 大婚了什么了不起 我就不管了今天 如果你要我的话 我就滚 我要结婚了 及时要到啦 你叫老太婆 不讲理是不是 你捡起来我就滚了 一分钟的事 你两个分钟就值二十块钱 我不要钱 拿钱看你走了 快来 是你人品素质不行 哎呀有钱的不要啊 不要 等下耽误我的及时 你耽误得起吗 啊 你管我耽误 耽误得起 走 你的及时你可以开飞机过去 快 快 这是我们抓的路 走开 不能动啊 我叫 快来快 我已经过来了 可以啊 可以啊 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过来 什么意思啊 你把桶捡进来 睡点不行吗 不行 不行 怎么会不行啊 走开 我不走了 我脚痛 你脚痛 人 亲娘公斤年只睡大了 人家看分了 哎呀要结婚啊 你不知道吗 你搞个分桶在这里多亏气啊 亏气啊 那是水的 不吉利啊 知道没有 你帮我捡一下我就要了 明明就分桶 好 来大哥 抬过那边去 你去抬啊 你去抬啊 哎呦 救命啊 有没人啊 哎呦 救命啊 不要动啊 坐好啊 在动 在动港山用多的钱里面去 是啊 救命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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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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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丈人是村的 来 村长啊 打电话来 我叫我老丈人出来 来处理 回来打给他 哎 老丈人啊 啊 赶紧出来一下 在你们村这个走慢这里啊 准备到你们家了 那个有一个老太婆啊 在你当个粪桶来挡路 赶紧的啊 叫谁来也没用 我跟你说 没用啊 我今天我结婚我最大 对了 你大你可以走路去结婚 你想不想 是不是想跟这个村一村人做 做对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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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那里上来叫他等一下都不挡 放粪桶我就关一下门的他们都不挡 下桌就把我桶踢到那边去丢到那边去啊 这个粪桶啊 不吉利啊 是啊 哇 起来起来起来 他们两个还把我抬出去 先起来 先起来 还打我啊 还打人啊 没打没打到 没有啊 没有啊 他们两个打 碰到没碰到他 是啊 他自己摔脚在这里了 小心是我们村啊 睡楼时睡弱心的人 一般是他会帮忙 他会 论说话吗 哎呦 他老将人 你是帮他还是帮我们啊 是啊 我叫你出来 帮我处理叫他走的啊 我是帮你不帮亲 我哥今天结婚 打人就不对 我哥今天娶你女儿 你什么 道歉 道歉 道歉不可能的 我们老村长说公平公正的 今天过来结婚就是 接你女儿回去的 为什么要我道歉 是啊 我自己结婚今天我最大 道什么歉啊 你知我做错事必须道歉 哎呀呀呀 大白 不好意思我一提手我才跑过来了 哎 兄妹你怎么跑来啦 跑来啦 我都听说啦 我告诉你 你看 那个轻仪 可以他们打了 那水就倒了 赶紧跟我轻仪道个歉 道歉不道歉 道歉 今天我结婚我最大我道什么歉啊 对啊 他是我轻仪啊 他从家到大都对我很好的 你他不动歉 是他错在先 是啊 你不动歉 怎么回事啊 那么久啊 是啊 怎么那么久 他把我分楼丢了 还打我 他分楼挡路 脚痛了 哎呦 你这个新娘啊 公主们那么狠心啊 今天是怎么办 我们不清楚啊 他挡我们的路啊 我不管什么用 怎么 哎呀不理啊 你还不愿意错 你还不愿意错 帮你来 你帮你来 不可能愿意错了 我跟你说 你愿意错了 帮你来 你帮你来 我把你放到你 防到骨头 来 帮你来 来 我你来 帮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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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放开 放开 认错 那么万万无理的 什么呀 你说认啊 今天什么意思 干后背吧 先让开 干后背 只要你认错 怎么是这样 你们都要说 认错的话 这个婚礼也要继续 我今天结婚还要绑我啊 要不要认错 不可能认错了 我们先出发 那你就先在这里待着 等到你认错了 我这个婚我就继续跟你 对 先出发 我先出发 什么呀 你圈着你老爸 不理他 不理他 你不愿意冲 我再加一百万给你 我们再烧出这个东西 再加一百万 什么呀 哎呀 老弟呀 你搞什么啊 真的是 叫你不要那么凶了 你也有错啊 你也提他的头 现在 提了错没有 你不觉得说不愿意冲的话 等下提不成了吗 哎呀 管着呢 怎么这样 烦死了 快点叫燕错啊 大声一点叫他们放了 我们 都快要下雨了 时间到了 是啊 哎呀 算了算了 哎呀 小妹 过来呀 燕错了啊 小妹 我们错了 知道错了 我们错了 知道错了 哎呀 知道错了 不留了 哎呀 不知道你有病啊 哎呀 还充吗 不充啊 我知道了 你们教训的对 对 是你们教训的对 现在跟我亲衣报个歉 天哪里还戴木镜 不认错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跟我亲衣报个歉 哎呀 亲衣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亲衣对不起啊 哎呀 小妹 早知道是这样子吗 小妹 其实不要怪大人 你不用扫着落口 这个人 我教训他一下不行的 如果你不认错啊 真的做婚你不用结 老丈人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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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能改沙漠大烟 老丈人你就放开一马吧 哎呀 算了算了 你要跟你女儿 要好好换衣服啊 是啊 错了 错了错了 错了就放开 哎呀 算了算了 神仙也有错 哎呀 去不去拜堂吧 哎呀 赶紧回去拜堂吧 是 帮你是第一次 以我度我女儿胸的话 爱又帮你 对哦 对三妹好一点了 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了 要不就出班了 直接他们回去吧 我全头都党无理是人 你知道吗 老家也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那我开车过去接你年了 直接上车啊 直接回去了 直接回去了 拜堂吧 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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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赶不来 哎呀 什么意思 老家也不好意思 先回去 站住就见 好好好 正是都打他 会换 啊啊啊 就急了 就要做了 不得换了 快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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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了 我去前面 前面一点点啊 就过两间房子 那边了 我们也准备去那边了 是又那边了 很多人那边了 对对对 我也先去那边了 我帮你拉 我帮你拉 没事没事 没事 我帮你拉 你在前面带路啊 带路啊 来来来 带路啊 哎呦 哎呦 什么哎呦 叫我什么 大哥 干嘛 没干嘛 不小心 他掉到下面去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你不帮我拉 还帮我拉 你先你拉 帮我推下去 我不小心的啊 没注意啊 是不是 可能我大哥真的不小心的 是啊 就算你不小心也没关事 帮帮忙拉上来 你别等路先 我们要准备去那边接亲了 时间到了啊 帮我拉上来 帮我拉上来 我不会拉啊 没力气 没力气啊 对啊 那没力气 你过先了吗 什么不过先 你帮我解开 你先走开啊 你帮我解开 帮我拉上来先 你先走开 让我们先过嘛 啊 你帮不帮拉 不往 帮你不用过 你怎么用楼头啊 走路走着 就这样拐一样拐 就这样 像小楼走路一样 我走到这边 你够过了 我以为你好心 你怪怪我们就困了 怎么办 我以为你好心 好心 你那么嚣张 你怎么意思啊 你别乱说啊 血耳喷钱啊 我跟你说 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我一春春出来的话 你叫倒霉 你动不放 是不是 是不是他太嚣张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滚到下面去 你不来的话 你在这里过夜嘛 你过不过 你过过那边去 你过过 大哥大哥 你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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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不要打 不要打 我们赶时间 打是不是 打是不是 给他点钱 就让我们过了先啊 不要打人啊 你这个老头 你怪的很 你那么嚣张的意思 不要打架嘛 嗯 今天就不让你过 哪里面出来 你以为你嚣张 你拿钱出来 给200万钱 让他滚到 快 你不给200 你可以200万 你不用过 你相信吗 你是不是穷疯了 是不是 我不就穷疯了 你开口 就有200万 200万 你不要 不是我没见过钱 我几十岁了 我从来没遇过 你那么嚣张的 你欺负我 给200万 你找开了吧 回来叫你挡路了 你管 你可以多小 消不了我的气 大哥 大喜的意思 不要这样子 管不完 是不是要动票 你 现在你用钱来侮辱我 什么侮辱你啊 就等于你涂口水 放我的头 你 要不然我会让你吗 反正我把你推到田里面去 你信不信 你要不要 我叫我村人 一村人出来的话 你信田 还是我信田 报告不当路 算了吧 大人有大量 走开 你帮我拉材 你信良工 怎么帮你拉抬上来 是啊 我扶你信良工 信良婆 你不帮你就不用过 哎呀 你这老人家 造法了是不是 习俗信难关不能这样干的 这种的 哎呀 你打赖了在这里了 傻赖了 哪里来 大哥你太冲动了 我什么冲动了 你还要叫去我 不敢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那几时也快到了怎么办 啊你不是呢 你那个大旧 你不是心上要成长吗 把那个叫他过来 把他干掉 真叫啊 怎么不叫 要大个人有你怕啊 不让他教训你 如果少到三十年 那么我都想教训你 你是我老人 你不怕鲨鱼 你不怕打雷 在村口那里 等一下 遇到点事 快点出来 帮忙一下 急事也快到了 快点啊 接着快点 他说马上出来了 一点鼓气都没有 反正你不来 你不用过 哎 舍子 你来了 你好你好 哈哈 不要啊 停在这里啊 叫个楼头啊 那是朗路 哎师叔 大牌 怎么回事啊 我拉财 他后面打喇叭 我后面一样的过了 过了 他先我慢了半步 他把我的车的财 推倒了 你的妹妹结婚 我以为身边过可久了 我拉点财 你妈也要钱 我顺便拉一点 哎呀不知道 他弄到水稿里面去 哎呀你过来客气就不用拉财过来了 你懂他吗 哎呀这个就是新郎官啊 这个是啊 是啊 这个呢 这个是他哥 哎 这种家庭 你的 小妹家到家庭的话 受一辈子气啊 嘿 老头啊 你睡搞婚人 你现在还要拆散我弟弟的婚姻 你就快 快到几点了 我跟你说 哎呀兄弟 我去死我了 你消消息啊 就算人家老人家拉财在前面 等你一分钟 你就让他过了先 你再过嘛 你不知道今天婚车是隧道了吗 啊 你就跟你的道理不懂啊 婚车是最大的事应该的 可是你也不能欺负老人啊 婚车带不过道德 是啊 你突破道德底线 你这样做人不行啊兄弟 你不要以为你有两个臭钱 就欺负人啊 你这样的话 我把我妹嫁给你弟啊 我也不放心啊 我们没有欺负完是不是 他自己推下去了啊 他有钱啊 怎么样 你那些口令啊 9块9的买那种啊 你这个老头 你现在 你疯了是不是 你中逼 哎呀你不要 乱来欺负人啊 我现在出来呢 不是说帮你们解决 我是帮你不帮心啊 我作为这里村的 一村之长 不可能说 看见你这样 满汉无礼欺负老人 我不帮的 这样怎么行啊 是吧 有两个臭钱啊 就欺负老人 我把我妹嫁给你弟的话 那我不是亏贷了 到以后 你跟你弟 欺负我妹 我找谁去 大哥要不道歉啊 道歉 道歉 把他的财 拿上来 男人现在有王丁 你叫什么贴 有点鼓劲好不好 确实我们错了嘛 我为什么说错了 你别乱说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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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自己掉下去的 兄弟 这个事情你道个歉 把财 帮他拿上来 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去接亲了 以我们两兄弟 都有身份 不可能道歉 不可能道歉啊 是啊 以你们这样的人品 我妹不可能嫁了今天 我做主 有谁就发麻烦了 你怕我们 找不到老婆啊 我帮你了 我帮你找几个 以你这种人品 我妹就不嫁了 像你哥这样的 打过去也会吃亏 不嫁这么多 这么多年的感情啦 大舅哥 还回来 今天我妹就不嫁了 还回来 管 把你拆你回来 十九万九是吧 来 推回去给你一分 我一分我也不要 大舅哥不对 这不对 人家一般都是 农村的三万块 他要十几万九 退回去啦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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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三妹 增长五年的感情 你就在小黄啊 感情的当饭吃嘛 你啊 笨蛋 到过家子就好了嘛 对嘛 要不是我们的错 我今晚就是为了感情的 你以后再不要管我的事 再也不要你管了 我不管了 你连饭都吃不到 你用你大哥 你不用我吗 别造反了啊 快来 孙子 回去 你看 你弟都不是这样的人 想不到你哥是这么一样的人 你把他们的分事搅黄了 我看你怎么办 有钱你自己再找我吧 以你这个性格 我们也不可能嫁到你们家去了 滚 退回去 滚就滚啊 你还笑一样是不是 退回去 有钱就乱忙了 你怕我弟找不到老婆吗 我帮他找十个 你帮他找一百个不关我事 都怪叫老婆 反正我妹不嫁 都怪你们两个都是这样 永远无助 关 哎呀气死我了 这种原品叫我妹嫁过去真的是 嘿呀 还好是说 这件事呢 我知道他的家庭是怎么样了 我妹是不可能嫁过去的 这样我们把材拿上来 去我家吃饭 就等我晕我豆腐 对 如果不发生肉丝的话 以后你们过去的话 真是倒霉啊 是啊 那你帮我呢 哎呀等着我叫人出人拉吧 来先过去 我们去吃饭了啊 好 应该快到了吧 今天你差不多了 是啊 来啦 来了 来了 嘿呀 老丈人 过来啦 丈母娘 嘿呀 香妹 香妹今天好漂亮啊 对呀 新郎官员好帅啊 老丈人 还有丈母娘是这样的 这个彩礼呢 之前说好八万八的 我拿过来了 八万八 是啊 八万八不行啊 十八万八 十八万八 怎么又不行啊 昨晚打电话你不听 我想跟你说这个事 你老爸也不听 你老妈也不听电话 昨晚干什么去啊 哎呀 昨天晚上那个猪红堂啊 我家庭那些亲戚都过来了 所以说忙着 没注意 过来亲家打电话你不能不听啊 我都想叫你拿十八万八过来接亲娘的 这大喜子怎么做得起家呢 哎呀 怎么做得起家 你也知道你的大旧过还没接班 你看这个房子 我们不要放进去啥嘛 那你也不能从我这里拿给他 是吧 之前谈好十八万八的 我们也没有劳动能力不从你那这里拿 叫我们去哪里拿 我们也在家养猪要发猪啊 要没钱 就是啊 你要将心比心 如果你儿子娶了 人家要四十八万八呢 不可能就要十八万吧 那也没办法 哎呀 时辰快到了 我跟香妹的 那个结婚的彩礼钱都谈好了 那你 你弟结婚 你跟他谈 没有跟我们两个谈啊 香妹啊 你劝上你父母啊 我老妈 你劝我的 劝没用 ホ不懂事啊 你现在...你...你想我三十公了 学後吗 没有这个钱 我们那个孩子就贴不了关你知道吗 我运了二十几年容易吗 又学舞艺 又学钢琴的 又...又大学毕业 我都亏了 炸给你 炸给你 可是你一下子现在叫我 凑多十万出来 能不能迟一点啊 这个是你的问题 你是不是解决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死了你反悔怎么办 今天我先接回去 过几天我马上送过来 那种话说得出来 到那个时候你不过来怎么办 我们去等过去追你 我跟香妹这么相亲相爱 你就先让我们接回去 到时候我们再接 拿钱过来就行了 我们凡事都要招刀病 我们不招刀偶的我跟你讲 两天其实也要到了 相爱你说你跟他相爱 你有钱给他吗 他想要的一切你能给得到吗 就给了十万块钱你都不愿意 你还爱爱爱个屁啊 我不是说不愿意 是现在一时间抽不了那么多啊 那你回去找爸妈 家里不是请了亲戚朋友吗 可以叫他们借啊 找不到你要抽 找够了你再过来 没事的 哎呀抽够了 到时候那个凉成几日都过了 哎呀再转一个又时也可以的 再转一个再转一次 哎呀叔叔人家都请好客人的 等下新娘接不回去 你让他怎么交代 哎呀你说什么话你说什么话 是啊 我是看时辰都快到了 等下我接不了新娘回去 我真的是啪啪打脸啊 亲人都请来了 哎呀反正不行你不管你什么 打脸是你的事 你说你想办法 打脸就拿钱来就不打脸了吗 哎呀 哎呀你个外人你怯了吗 轮到你说话了吗 哈 我是没见过你们这样子当父母的 前辈你怎么教这种闺蜜的 对呀 他叫你乱放屁的 哎呦我乱放屁 我是没见过你们这种不讲理的父母 本来嫁你了哦 那么好的日子 还这样子为难心难关 你们什么意思嘛 那一个外人 那以后觉得你们错了 我都还是记不了关你嫁给他啊 对呀你嫁给我儿子 我愿意为什么要嫁给你儿子 你嫁给我儿子不用钱我就愿意了 我愿意嫁给你儿子我日子都不好过 像你们这样子的事 那你还猜怎么走 轮到你说话了吗 别吵啦 你儿子的事 你为什么要强加在你女婿身上啊 那我女儿的事 你儿子结婚是你们两夫妻的事 干嘛要抢家在他身上 哎这样嘛这样嘛 哎呀这个八万把你先拿着 我马上叫员送个十万块员过来 哎我就不拿你叫你你你你叫你老丈 马上送到又结 送不到又不要结啊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那你们今天到底要不要想要嫁 不嫁的话我嫁 哎呦你还嫁吗 那你给我 哎呦 哎呦你怎么做啊 哎呦你怎么做用的 这样的闺蜜啊 你就跟我抢老公是不是啊 我不是跟你讲老公 是你父母不抢你 你是不是早就喜欢上他啦 我喜欢他又咋的 哎呀 永远我 永远不是跟小妹那么好的份上 我早就想嫁给他了 所以这种人你看 所以今天看你们这样子 我是实在看不下去 有心思啦 这种人啊 这我有心思 我自己们是不配当父母 不配当女父母 黄豆黄闺蜜啊 你爱母亲 哎呦你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小妹 我就问你一句 你今天炸不炸吗 没钱不几乎 不炸我炸 新郎 照点台语 对就是好事 到时候我爸妈还倒给给你 这个女孩子 你真的不炸跟我回去吧 哎呀 没死八万里面谈 对啊 拿钱过来 就上车 新郎吧 哎呀那个黄豆体一日也到了 这样嘛 你父母不同意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那你上车 你叫一句 你愿不愿意取我 取我 我马上和你走 我愿意 上车 走 快点啊 你这个女孩 你这个女孩 真的是 走开 我愿意取了 听听听听听 怎么欺负我的女儿 走啦 快走啦 走啦 这女孩 你不止理脱物中山小妹 走 回家 不要人吧 不去家 走 回家 现在那么多男人 你把我去睡啊 为什么 回家 那么大微信 已经没有你了 有你早就把财力照扣了 都怪你们两个 怪什么怪 以后你过去 吃不了老婆 我们就怪你 像你们的家 谁还敢骑我啊 怎么会我讲 大马远车 我女儿那么漂亮 来求假吧 回去回去 哎呀 回去回去 回去 我不嫁 我这边都不嫁啦 不嫁你呀 不嫁 父母就是倒霉 哎呀 倒什么霉 真的是